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带大家继续学习 TypeScript里面类的相关的知识点 同时我们复习一下 之前学习的接口这块的内容 我们首先打开TypeScript这块的文件夹 进入到demo.ts这个文件里面 我把上节课的代码先给它干掉 重新去学习新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个 ReadOnly这样的一个类属性的修饰符 定一个classPerson 里面我写一个constructor 接受一个public name 号stream OK 然后我去创建一个类的实例 在控制台里面 我们尝试运行一下 console.log person.name 保存一下 这里我拼错了 OK ts-node 然后我们加一个demo.ts 没问题它会打印出del 我呢也可以在上面 person.name 等于 hello 保存 再运行 它会打印出hello 因为name是个public的属性 在类的内部和外部调用或者修改它都是可以的 但假设我只希望你能够去读取name 而不希望你能够直接去修改它 可以怎么做呢 这还记得吗 我可以在这里把它定义成一个什么呀 setter或者getter的笔 private name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里 OK constructor 接受一个name 然后 this.name 等于name 之后我们去写一个setter 我们写一个getter就行了 setter我不允许它复制 所以呢 我直接就写一个getter getname returnthis.name 这是之前我们讲的getter和setter的语法 除了这种语法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语法叫做readonly 我在这直接写一个private readonly name 然后呢 这里this.name 等于name 那大家来看啊 我现在啊 尝试去 这里我把它改成public 好 我呢 先去掉getter 也就是先去直接去拿name去输出 我们试一下可不可以 没问题 能打印 但是我如果呢 想去改它的值 这是不行的 它会提示readonly 这样的public属性 只能读不能改 所以大家可以学习到一种新的语法 叫readonly 这样的一个修饰器 它呢 可以帮助我们限制住一个public的属性 只能读不能改 这是第一个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知识点 这里我标注一下read 接着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抽象类 什么叫做抽象类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有很多的类 比如说有个circle 还有一个square 还有一个triangle 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图形类的具体的类 但是实际上这种图形的类呢 它有很多共性上的东西 比如说它应该有一个getarea 这样获取面积的方法 就是下面的每一个函数 都有这样的方法 好 那很多的类 它有通性 这口我拼出了啊 cr cle 很多的类如果有一些通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抽象类 把这些通性的东西定义出来 抽象类怎么写呢 obstract 这就是抽象英文的一个单词 抽象类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叫做geo geo 也就是一个图形 这里我写一个class ok 然后呢 我把这个getarea就可以去掉 我们来看啊 只要是个图形 我认为呢 不管是圆形 矩形 还是三角形 都应该有面积的这个方法 那我就可以在里面去写一个geo getarea 这样的一个方法 当然你可以具体去实现 return 长成一宽 但是你发现 这三个图形 它的面积 具体的实现方法是不一样的 但它都应该有这个方法 那么你可以在这上面 再给它一个obstract getarea 如果你给lay的一个方法 加了一个obstract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啊 这个方法具体的实现也是抽象的 你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 那么你只能啊 定义一下这个方法 你不能去具体写这个口号 去实现它 比如说我要返回一个number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定义了一个getarea 这样的一个抽象方法 抽象类里面呢 你也可以写一些具体的属性和方法的实现 都是可以的 不一定里面非得是这种抽象方法 比如说你get叫做name 或者gettap 这里呢 我就return一个 叫geo 没问题 你也可以写一个具体方法的实现 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个 obstract的属性方法了 当然里面你还可以定义一个 vise 往后 number OK 或者 ready number 没问题 那这两个呢 我保存一个vise吧 举个例子就可以 好 这样我就定义了一个抽象类 那如果你想在下面 直接new一个抽象类 可不可以啊 这是不可以的 抽象类 只能被继承啊 它不能直接被实力化 所以呢 我们说一个geo 它具备了图形相关的 具体的一些抽象处的东西的集合 circle 它其实是一个具体类型的geo 那怎么去用这个抽象类呢 在circle里面 我就可以extendsgeo 也就是circle 是geo 是geo 我们的一个具体抽象类的实现类 那我这么写之后 circle会爆错 为什么呀 因为 继承了之后呢 你的抽象类里要求 我有一个getarea的方法 但是 这个方法也是抽象的 没有具体的实现 那你的子类 如果继承了这个抽象类 里面如果有抽象方法的话 你必须把这个抽象方法 自己实现一下 比如说 getarea return 123 保存 这个时候就不会爆错了 那抽象类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把 共用性的一些东西抽离出来 变成一个抽象的类型 放在这里 然后里面呢 有一些抽象的方法 或者一些实际的方法和属性 抽象类呢 主要就是把一些痛性的东西 做一些封装 那抽象类的东西我们学完了之后呢 我再写一个注释 我们再带大家复习一下 之前我们学习过的接口 其实啊 接口大家如果用过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它好像和抽象类有一点像 只不过抽象类呢 是把一些类相关的通用的东西抽象出来 而接口呢 是把各种各样对象呀 其他东西的一些通用的东西抽象出来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你可以看啊 抽象类是把通用的类里面的 getArea这样的东西抽象出来 而接口呢 一起来看 我写一个方法 叫做 getUserInfo 传一个user进来 console.log一下 user.name 再console.ok 就直接打印user.name就行了 这块它会报错啊 是因为我们这个语法上有点问题 console.getUser 我们等于一个 user指向一个 键团数就可以了 OK 保存啊 它会自动的做一些代码的格式化 然后打印出user.name 我定买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接着呢 我再来写 console.teacher 进来 然后呢 getUserInfo 传一个student的进来 当然现在呢 其实没有用到typeScript 我可以在下面 定义一个 interface 叫teacher 其实是不是就把teacher的一些 通用性的东西 封装出来 它应该有一个name 类型是string 而student呢 它写的啊 name是string 而且还有一个age 是一个number 下面就可以怎么写了 下面我就可以写 getUserInfo 接收到的内容啊 它的类型得是一个teacher 或者是一个student 这样才对 然后呢 我们看啊 因为如果你是个teacher 或者student 类型的数据 它就一定会有什么样 一定会有这个name属性 你打印name就没有问题 假设啊 我这个name给它干掉 它就会搞错了 好 那interface呢 你可以看啊 把teacher和student 一些通性的东西 都封装出来了 实际上啊 如果你这么去写代码 你封装它还不够 因为假设你再多了一个 比如说厨师 比如说其他的职业上的员工 那么你是不是要多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再来一个interface driver 不断的往下去加 然后呢 你这个方法里面 就要不断的去 往里再去加这种货类型 如果这种职业非常的多的话 你后面这个是不是会变得很长啊 那其实interface可以继续 把我们再去封装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interface person person里面呢 有teacher和student 共用性的东西 我们把它再不抽离啊 这里我们有一个name stream teacher呢 还有一个teaching age 我再多加一个属性啊 它是一个name 为了大家更容易理解 课程的支点 所以我这里呢 再多加一个teachingage 这样的字段在里面啊 所以你建teacher的时候 你可以再给它一个teachingage 就是说三年的教学经验 对吧 保存 那回过来 我们到刚才这个位置啊 我们说不管teacher还是student呢 它都有name这个属性 所以呢我就可以把name这个属性 提炼到person这里 而teacher呢 只需要extends 什么就行了 extends person就行了 然后这里面呢 我就不需要再写这个name了 而students呢 我也可以extends person 我也不要写这个name 也可以了 好 下面呢 这块会可以对它进行优化 那么 以前你这里必须写teacher student driver 但现在实际上你无非要用name这个东西 那这块代码我就可以简写成 person 大家看 是不是就简便很多啊 那一样的 如果你student里面没name 下面它依然会提错 如果呢 你teacher里面也没有name 它也依然会提错 OK 这就是接口的一个使用 其实你发现 接口也是对一些通用性的东西 做一些提炼 很多时候啊 我们还会接口和我们抽象类 或者类一起混着去用 那后面实战之中 会给大家讲解 这节课呢 主要就给大家讲了 上面的几个知识点 首先是类里面的readonly 这样的修持符 同时给大家讲解了抽象类 同时呢 带大家复习了一下 interface 以及interface的继承 同时还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通过interface 去简化ts的代码 这节课的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 加油 下期再见